好 今天我們看第三題 他說直線L 好 X 跟 Y 的東西寫出來 X 的參數是 這個 L 參數是給你的 第一個是負3加4D Y 等於 1 減2D 好 第一個題目很簡單 他問說 請問你 3 4 有在 L 上面 你怎麼知道有沒有 帶進去嘛 現在問題來了 誰要帶 3 跟 4 啊 當然是 X 跟 Y 吧 所以 X 能帶 3 所以 3 會等於負3加 4D 對不對 然後 4 也要帶進去這邊的 Y 所以變成 4 等於 1 減2D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你怎麼知道我們在 L 上面 上面不是可以解 T 像是可以解 T 嗎 如果兩個 T 一樣 那就在上面 啊兩個 T 如果不一樣呢 那就沒有 這樣會啦 所以上面 T 多少上面 T 一過來 所以是不是 2 分之 3 對不對 下面那個 一樣 移過去 T 多少 T 的結果是 2 分之負3 哇 很明顯兩個 T 有沒有一樣 兩個 T 是不同的 對 所以答案是 V 兩個 T 一樣 一樣才有喔 這樣會不會 會啦齁 好 這第一題答案 第二題呢 請你把它寫成 標準 4 這個標準 4 應該不拿 把 T 刷掉就好 會不會 好 所以我們怎麼做呢 第一個 我把它乘兩倍 這個就寫成 X 等於負3加 4 T 這個呢 把乘兩倍變成了 2Y 等於 2 減掉 4 T 這個時候 T 這個可以相交 對不對 兩次幹嘛 兩次是不是相加 齁 兩次相加 好 結果變成了 X 加 2 Y 變成 X 加 2 Y 好 那第三小題呢 他問說 X 的平方 減掉 3 Y 平方的最小乘是多少 好 我們講一下最小乘是 M 那 M 等於多少 M 原本是不是等於 X 的平方減掉 3 Y 平方 對不對 這個真的教你喔 通常題目是樣子的喔 海洋球最小乘的話 什麼最大值最小乘你想要什麼東西 因為現在我要慢慢訓練你們做這樣子的練習 只要題目上求最大值小乘無非是什麼 柯西夫等式 對不對 柯西夫等式 或者是什麼 算數平均數大於幾個平均數 還有一個是什麼 就是二次函數嘛 三個對不對 那以這個題目來講的話 我們會忍不住想要用柯西夫等式 可是因為它只有一個向量而已 所以用柯西夫等式呢 無法用 然後你用算數平均數大於幾個平均數呢 這邊也用不到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什麼方法 用的是那個 二次函數 怎麼用呢 我們就把 xy 換成這個參數式就好了 所以就把 x 改成這個 -3加 4t 的平方 減掉 3y 平方 這個來練習一下喔 3y 平方就對 y 做平方而已 不是 3y 平方 所以 y 改成它 變成 1 減掉 2t 的平方 然後把它展開 重新合併就可以了 這樣會啦 好 所以把它展開吧 就變成 9 減掉 24t 加 16t 平方 減掉 3y 平方 然後 加 12t 加 12t 平方 OK 然後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這個快速幫你看一下 呃 結果呢 就變成 4t 平方 欸 我是不是寫錯了 這寫錯了 這應該剪才可以 剪才可以 剪才可以 sorry 所以變成 4t 平方 然後呢 減掉 12t 加 6 減掉 12t 加 6 然後把它做配方法動作 所以就 4 提出來 所以就變成 4 然後 括號 t 減掉 2 分之 3 的平方 再減 3 所以我知道說 它的最好的東西 當 t 等於 2 分之 3 最好的解剖 3 所以要最好的解剖 最好的解剖 最好的解剖就是負 3 講回來齁 好 那第四個呢 他說如果 t 介於負 2 到 3 之後呢 長度是多少 這個就很簡單啦 就是在 t 等負 2 的時候嘛 你把這個點找出來 如果 t 等負 2 帶進去 請問你 坐標多少坐標 t 等負 2 的時候帶進去 負 2 坐標是不是等於 負 3 減 8 負 11 然後帶負 2 變成 5 對不對 然後還有 t 等於什麼 3 的時候呢 坐標叫做坐標 t 等於 3 的時候帶進去 所以就變成 3 4 12 9 還有負 5 然後求這距離就可以了對不對 求距離公司說出來 答案 對 根號負 11 減 9 變成了 20 就是 20 的平方 加上 5 減 5 5減負 變成 5 變 10 的平方 所以我們等於根號多少 根號 500 根號 500 所以變成了 10 根號 5 所以長度就是 10 根號 5 好 OK 好 這個你算一下 這個你算一下